你的五一被涨价了吗 最近呢有很多订好了五一行程的朋友呢 遇到了麻烦 这订好的民宿毁约涨价 哎为什么民宿就能说涨就涨呢 这还要从民宿的来源开始说起了 2012年开始呢 智能手机的浪潮席卷全国 直接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出现了很多共享的东西 比如说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 共享汽车等等 万物皆可共享呀 就差没有共享卫生纸了 那既然如此 住宿为什么不能共享呢 传统上咱们去旅游呢 一般都会选择住酒店 但是如果酒店嫌贵怎么办呢 于是啊就有人看到了商机 哎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居民房 稍加改造一下 就用来住宿用呢 这就是民宿的由来 所以在最开始呢 民宿的定位是酒店的廉价替代 而相对于酒店呢 民宿的确是大大降低的成本 因为酒店呢 是有团队提供标准化服务的 而民宿通常就是个体户 很多时候呢 只有老板一个人 哪来的标准化服务啊 这涨不涨价 毁不毁约 全看老板的心情啊 虽然最开始主打的 就是一个性价比 但是随着民宿的发展呢 很快就和网红经济深度结合了 而跟流量沾边的东西 哪有便宜的呢 于是啊 高价民宿就开始大批量的出现 而与此同时呢 流量又具有随机性 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 所以呢 任何网红性质的东西 能火的时间有限 所以不管是网红餐厅 网红景区 还是网红民宿 都必须是抱着割一波就跑的心态 能载的不载 不如去跳海 也许我们觉得 这个毁约涨价呀 会坏了名声 不会有回头客 其实呢 人家一开始就压根 没有考虑到回头客 做的就是这一锤子买卖 当然了 也不能一杆子打死整个行业 也的确有很多良心的民宿呢 做的特别好 服务也很到位 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 在选择网红民宿之前呢 最好还是得多长一个心眼 晓得不得吗 好了 我是简家 关注每天一个大道理